金鼠,你们这儿的仪器啊,太新鲜了,我从来都没见过,我今天拍了好多照片,到时候啊,可以发好几套朋友圈了。 余沫,你别在外面晃悠了,而且你把想光灯关了,我带你进来,本来就是违规的。 哎,我说你在看什么呀,这外面又没有其他人。 我在想啊,要不我以后就每天都来陪你,给你带好吃了,你看你啊,都瘦了。 来,那我来拍张照。 你笑一个行吗? 嗯,余沫,你以后就别来了,我是顶我爸的岗位到这儿上班的,我不想别人说钱话。 行,不来就不来,天天要这么聊,我还不想来的。 这瓶子你们装的什么呀? 没水。 你可千万别碰这东西。 碳沫旁边的硝酸银碰撞的话,会产生爆炸的。 听说啊,你知道吗?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你认真是不是? 你也认真,还在手里。 你怕什么呀?你有其他人吗? 有人? 你别吓我。 哎呀,不会的。 你们锁里面,除了你这么亲爱,还有谁呀? 不,是真的有人,我得去看看。 听说啊? 你必须听我一下。 不是,我必须得去看一下。 你,你先别闹,我去。 你,你先别闹,我去。 你,你先别闹,你闹,你现在帮我来闹着,我看起来。 明明里面,他会变得很高兴,但他会用,你不必须得很高兴。 丁楚发现有人偷窪,紧张之余将化学试级品推翻,引发实验室短度。 丁楚不敢告诉上司周灵实情,只说自己做实验不小心,因为要赔偿事故造成的损失,丁楚变得一筹莫展。 儿子 工作顺利吗 在所里适应吧 还行 这些啊 都得感谢你爸 有了你爸 你才能顶弃他之前的位置 妈 我读的本来就是话东专业 我爸一工殉职了 我子称父业本来就是顺利成章的 我最想不通 你为什么让他前置疏通关系 你想不通的事多了 你爸在事的时候 最好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 进入他的事业 出人头地 只要他更希望你愿 让我办成我的原因 别的餐消了 照样子 好谢谢啊 小丁 周 周初 我 请假出来赚外快 是 周初 我先生那事不敢告诉我妈 我想着出来赚外快 先把钱还上 你就为了一万块钱 放着正事不做 这样吧 这笔钱我先替你垫上 周初 每个月从你公司里边扣一千出来 把我车洗干净点啊 妈 你先去所里上班了 去了呀 那你电脑怎么没带 今天主要是做实验 就没带上 之前跟你爸在一起公司的李阿姨 什么都跟我说了 你那事 在研究所上上下下都知道 就我被你埋在鼓里 你说你刚进所里 周初那么大的事 还得赔那么多钱 妈 钱周初帮我赔了 你说什么 妈 妈 志愿 我说妈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原不都忘本 既然人家那么爽快的借钱给你 就得感情再得 来了来了 小丁 你怎么来了 你 这位是 这是我妈 哦 来来来 赶紧进来吧 我妈说一定得上门跟你说声谢谢 多大点事啊 来来来 进来 不用换鞋子 你说 就这么点小事还专程来感谢我 哎别别站着呀来坐 我一个人住随意惯了 嘴家里有点乱啊 别介意 周初啊 实验室的事情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这么帮我儿子 这点小事 而且我跟小丁说了 那钱啊 得从她公司里扣的 应该的 应该的 来来来 收拾啊 谢谢 谢谢 我厨房的水管坏了 正在修呢 你们先坐会儿啊 周初啊 你那个厨房的管道坏了 我去帮你看看吧 妈 不用了 待会儿照顾馆来就行 儿子啊 把那番手给我 哦 好 什么叫物馆 时间啊 啊 丁妈 我这水管是什么问题啊 哎呀 就是觉得水管呀 这老化了 丁妈 真是不好意思 你们来我家做客 早就帮我做下务了 帮了我们家那么大忙 我弟弟儿里的是应该的 哎 周初啊 你们家就没有起个亲戚阿姨 帮忙打扫 之前啊 是起了一位阿姨 可是我这工作 仿佛网规的 阿姨经常进不了门 我又不太放心 把钥匙给她 要不 我来请你做吧 丁妈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 妈 您给周初做家政这事 您怎么就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儿子 这次这件事情啊 人家肯帮忙 作为回报 没什么的 还有 我觉得周初长对你挺欣赏的 如果这样能够搭上领导这条线 让妈干什么都成 喂王哥啊 啊 那个那个 调语方式又出问题了是吧 啊 行行行 那我马上过来 你怎么这么急 找我来干什么呀 我都想你了呀 啊 嗯 让你走我逛街 行 我喜欢那家电队的 好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你妈妈说咱们俩的事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对 你跟我说了 你得好好学习 好好毕业 然后再找个好的工作 可是现在呢 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呗 你也知道 我妈 她想等我事业稳定了 再找个女朋友 我觉得挺不错的呀 可是 你不是不喜欢画狗吗 喂 怎么 难不成 你想做你妈妈的傀儡啊 所以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爸走得早 我妈也挺不容易的 我呀 做你隐形的女朋友 我也挺不容易的呀 喂 妈 妈 那个我想跟您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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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妈 妈 妈 我帮你 妈 我送您去医院吧 我休息会儿 吃点药就好了 行行 妈 您这病就该多休息 您看这样 周初那边做清洁的事 您就先放一放 行吗 没事 没事 妈您先坐 我去给您倒杯水 对了儿子 周初今晚应酬 肯定有得喝很多酒 妈给他熬了点汤 你等会儿给他送过去 本来想自己给他送过去的 可你看我这身体 行 妈 我知道了 我等会儿给他送过去 您先吃药啊 周初啊 可能不在家 妈包里的钥匙 等会儿记得拿 行 我知道 来妈 您去把钥匙吃了 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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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落点汤 放在你家厨房吗 你回来喝点 是解酒的 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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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初初 周初初 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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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很快将刚才遇事发生之事忘却不提 还热心长的给母亲带去良药 出色社会的丁杵 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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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周 周周周 周周周周 晚上有事没有 今晚 如果没事 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业界的聚会 我跟您一起去呢 怎么 不愿意 没有 我是觉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 经验不足 过度的艰薛 等于就是骄傲 你涉事未深 经验又不足 所以啊 才要求你跟我多学习学习 这个是科普资料 你先看看 你父亲是我的前辈 我对他很尊敬 再说了 我也答应你母亲要好好照顾你 没什么事 就先出去吧 对了 下了班就别回家 先跟我去个地方 小丁啊 今天晚上那个会挺重要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 自己说话注意一点 知道没 明白了 喂 你在哪呢 我还在工作呢 我今天想去逛街 我待会儿来找你啊 今天可能不行 我 我得陪领导去开个会 咱们改天吧 小丁 小丁过来帮我看看衣服啊 你觉得这件 就是我不太等你穿的衣服 你就说 我穿这件衣服美好 明白 那就这件了 作为我的男伴 你今晚就打算穿着T恤和把谁给我吃饭 不太合适吧 走吧 现在该给你买了 谢谢 周叔 谢谢您送我回来 我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了 怎么着急了吧 你去哪儿呢 我不是都说了吗 陪领导应酬去了 领导 女的吧 还挺漂亮的 不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云梦 呀 还买新衣服了 挺好看的 云梦 旁边有家烧烤店挺好吃的 我们边吃我边跟你说 儿子 妈 下班了 妈 你怎么来了呀 我也为你加班的 给你送点汤过来 哎 周叔 哦 周初 你怎么过来了 你们还在这儿啊 周初 你 你东西掉我车上了 丁妈 我听小丁说 你吃了我拿给你的药 感觉还不错 是吧 对 那下次我让我朋友 从博外再给你带点回来 哎呦 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的 小丁啊 这是你女朋友啊 这么晚还来接你下班 不是 是我大学最好的哥们 林雨沫 林雨沫 这是我领导周初 好兄弟 咱们不是说好了 吃烧烤吗 走 妈 妈 您帮我提一下啊 瞧我这儿子 这么懂事 丁妈 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家吧 哎 那个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的 来来来 来 来 雨沫 你要是觉得不喜欢 我明天就把他扔了 别呀 那不是你们领导的 一片心意吗 你也知道 我爸妈 一直都对我寄予厚望 我也希望 能在这个城市 有一盏属于自己的当 我 你现在该想的事情是 怎么早点把工作给换了 喝酒 明天就去把工作辞了 你那个女上司 肯定乱扭我 你必须把这个工作辞了 你反正也不喜欢这个化学 你就算是为了我 闭嘴 谁跟你打电话 不许致 你说 我没就错 我没就错 来了 下来 我这天然气进水管啊 不坏了 我打电话给物馆 物馆说没配件 这大半夜的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人 只好麻烦你了 就这儿 我 那我试试吧 不过 周处你为什么不把总罚关了 等明天买了配件再找人来修啊 喝了酒吧 不洗澡 浑身不舒服 对了 工具箱都在里边的 周处 我已经弄好了 您看看总罚在哪儿啊 我来吧 来 全吃透了 您等等我给您找件鸡血 来来来 赶紧换上 这师傅怎么还穿着 穿了呀 不用 你还不好意思 还不 就是我自己来 自己来 这师傅就放这儿 我顺便就写了 那就是我先回去了 上次我跟大家提到的那个化工研发项目 已经得到上面的肯定 上面让我们马上成立研发小组 先行研发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总部还批给我们一笔不少的经费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成立这个研发小组呢 我还需要一名助手 专门负责我的专项服务和文案 这个人选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丁处 庄处 您昨天借我的衣服 我妈洗好了 她今天也买了配件 水阀应该也修好了 小丁啊 谢谢你跟你的妈妈 不过呢 你的衣服我还没洗好 只有过两天再给你 那周冲 为什么要选我当助手啊 怎么 觉得自己没这个资格 你业务能力强又能吃苦 还是这个专业的 上面也决定要评养你 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执行力强 你说丁处那小子 走了什么狗屎运 刚来就能当专项研发的助手 还不是得又个会替李导 做清洁的妈 咱们都来了一年多了 还是一个小小的配件员 太工程了 我说你妈妈是有空的吗 干脆让她也去给周末 过清洁算了 这个可以 儿子你回来了 我给周末啊熬了点汤 等会儿啊你跟他送过去 妈今天听说了 周末去把你当助手 妈心里高兴 这周末啊 偏食工作忙 又不注意照顾这里的身体 妈熬了点汤 妈 我不想去 你以后也别给他做清洁了 儿子 你怎么了 什么回事啊 说话呀 他们都说我这个职位是靠 靠您在周出家做清洁换来的 这嘴挡在人身上 别人要说什么 咱个管不着 从你进入这个单位 到底替你爸的位置 这哪一样不需要人际关系 如果不是妈妈这样做 从一开始实验室的赔偿 就会赔得你焦头烂额 妈几周末啊 做点事情 不要打N 就是为你的前程铺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啊 能得到今天这一切吗 行了 别多想了 等会儿啊 给周叔把汤送回去啊 周叔 这里环境不错 我想请您来试试 怎么今天想到请我吃饭呢 周叔 我想 谢谢您给我同时吃饭 我还以为你会跟我说 索你那些谣言 您都知道啊 研究所里就没有我不知的 我知道的事 包括 实验室断电那事 小丁啊 其实我一直把你当自己人 什么事都替你保守秘密 可你呢 你总是对我遮遮掩掩的 有女朋友的事 都不跟我说 其实那是因为我妈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 她一直对我很严苛 不希望我刚参加工作 就交女朋友 所以啊 你妈妈在我家里做家务 我都尽量避着她 真怕一不留神啊 就把你有女朋友的事 告诉她了 小丁啊 什么事我都可以替你瞒着 但是你也知道 所里有明文规定 实验室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以后千万别这样了 周叔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 我以后 其实啊 只要你乖乖听我话 我保你有个大好情绪 研究所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包括 我以后 身世断定的事 因为 你业务能强 又能吃苦 还是这个专业 上面也决定要培养 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执行 你的执行 你的执行 爸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小丁 你现在马上回家收拾一下行李 过飞趟上海 我们那个研发项目 在上海有个洽堂会 你跟我继续参加 跟小李做一下工作交接吧 儿子啊 你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我听你李阿姨说呀 这个项目上头特别重视 你一定要听周处长的话 他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还有 那边 天气特别冷 我呢 给你准备点打包药 给你放在箱子里 老猫的话 就记得吃 我听说那边啊 温差特别大 还有 晚上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答应我的 你要换工作 要辞职 离开那个老女人 时间都怪 是这么巧点 睡在癌的那儿上班 哎呦别喝那么多酒 我要是辞职的话 我妈会很伤心的 我不想让她难过 我妈心脏也不好 雨沫 不过我已经提交了 调离部门的申请了 等批准下来之后 我就到另一个所上班了 那行 算你还记得我 知道了 我呀 记得有空 点发打电话 猪丑 不是说洽谈会吗 怎么突然来吃饭了呀 对方是我们的上级单位 在礼宿上 我们理应周到 这酒厂文化呀 运运流程 小病呢 你可得学着点 这样 你出去安排一下服务员 准备一下酒水 然后在门口接下课 喂 老王啊 我在上海出差 行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投资的事儿 还是等我回来咱们再想谈 哎 好 来 慢点慢点 喝不了酒 就别喝那么多 是不是很难受啊 想不想哭 910 这不是910 看错了 你醉了 910在全面 不是 到了到了 慢点啊 慢点 不好了 我开门啊 嗯 哎 慢点 慢点 哎 慢点 没事 没事 我自己 我帮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醉了 我怎么 我怎么 我扶你 小心一点啊 小心点 来 还是这些 掉了生前 我跟这 全面有关系 很像 嗯 嗯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言接听,请稍后再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处,我真不知道喜欢你什么,经常不接我电话,还经常闷着一张脸,不带我去见你妈妈。如果不是想到我们大学四年的感情,我真的想跟你分手了。 陷阱 面窗 你衣服拿去干洗去了 你衣服拿去干洗了 你衣服拿去干洗了 丁楚 丁楚 你手机掉我旁边你了 那我从门峰里边给你递进来 我都能用吗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这是齐姨姨我昨天晚上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你不是答应我一到时候 还得给我打电话吗 我等了你一晚上 一整晚才能给你打电话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你一去喝多了就完事了 不是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 你知不知道我担心你 我等你一晚上 你不接我电话是吧 行 那你回来就别找我了 小店把你包里的文件给我一下 发现还不错 其实具体的事宜 咱们还可以再商讨 小丁 你把这一项改 不好意思 去趟洗衣服 不好意思 我中到之处 麻烦你们包涵一下 嗯 送你回家 连句谢谢都没有 谢谢周冲 等等 这是我在上海买的客厂 这我不能上 这是给阿姨的 又不是给你的 哎呦 你手机坏了 我怎么找你呢 我的助理 我自己能买 我已经给你买了 难不成 让我把 你回来了 周冲也在 对吗 你来得正好 这次小丁跟我到上海出差呀 可谓咱们研究院挣了脸 她不仅专业性强 而且还很会说服人 让对方很放心跟我们合作 就是在谈判过程当中啊 不小心把手机弄坏了 这不 我替研究院给她买了不新的 可她不好意思收 正好 你帮她收下 还有啊 这是我在上海买的特查 听说吃了对心脏好 来收下 周处长 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好了 那我先回去了 上去坐坐吧 不用了 我还有事 那你慢走啊 哎 儿子 你看人家周处长 对咱们可真好 你以后我要听她的话啊 丁楚 周处找你 调职申请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次丁楚和周处去了伤害以后 回来就怪怪了 我感觉也是这样 突然回来 你就一直躲着我 怎么 我就这么可怕 这次项目进展的很顺利 对方知道你是报工专业的 还指定让你参加整个研发的全过程 你要知道 你现在的身份不只是我的助理 今天叫你来 原本就是打算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不过看现在这个样子 我好像没必要再说 你知道我的身份愿望是什么 就是你们成功的调离这个部门 还有 你妈妈帮我带回你家 我至少给你妈妈 行了别闹了 换一个 那 那就后天带我回去 女朋友 别任性了 好吧 哪儿任性了 这不是一个女朋友 该有的要求吗 可是你也知道 我是什么情况 是 你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现在可是化工研究院的职员了 又是处长身边的红人 又陪他逛街 又陪他买衣服的 可我呢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可是我已经提交了调离部门的申请了呀 我不管 你要么带我回去见你妈妈 要么现在就从这儿出去 行了 今天是你生日 不生气了 这样 我明天回去跟我妈聊聊 行不行 行行行 先把我放下 不生气了 好吧 咱们先吃点个 该怎么跟妈说呢 孩子下班啊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领导应酬完 回来拿点东西 这么晚 没想到你还在这儿 对了 今天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 行吧 你吵架了 怎么样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其实吧 这女孩子啊 都是要哄的 我跟她的事 希望你别告诉我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妈妈 我这个人吧 喜欢打开天窗说亮 上次我们从上海出差回来 你就不怎么搭理我 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好 你放心 我是不会介入到你跟你女朋友之间的 你呢 就没有必要为了我 跟你女朋友闹边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我就喜欢你单纯 听话 跟别的男孩子变相 这个方程式写错了 今晚去我家 昨天晚上不是加班吗 大概11点多吧 我看见丁楚和周楚一同从实验室出来 还上了周楚的车 我说呢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看见小丁从周楚的车上下来 你说昨天晚上小丁 是不是去了周楚家园呢 行了别搭乱了 太狗了 丁楚 你就是为了这个老女人 你才不肯带我见你妈妈的 行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阿姨 您在忙呢 我是林云墨 不认识你 你是我儿子的同学 我不是他同学 我是他女朋友 坐吧 谢谢阿姨 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阿姨 你早就知道了 他是我儿子 你们俩什么关系 还玩得了我 既然您都知道了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阿姨 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 我想让你管管你儿子 他谈恋爱我都管不了 还能管他什么呀 您知道吗 丁楚现在跟他那个女上司 就是那个叫周琳的女人 走得特别近 我还听说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家是吗 锁里面风雨都传遍了 不许你这样嫌毁周处长 他是我儿子的领导 他们走得近很正常 姨也未归又怎么了 他们是在工作 阿姨 晓琳 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你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吃醋 很正常 可是你知道吗 我儿子能有现在的成就 周处长帮了不少的忙 而且我也不希望 你现在就束缚住我儿子的手脚 可是我觉得束缚住他手脚的人是您 你居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这首话就 您非得等到那个老女人叫你一声妈 你们三个人走在街上 别人都分不清楚谁是谁妈的时候 你才肯相信吗 你 阿姨 阿姨 你怎么了 走开 你帮我出去 你帮我出去 我去 你不应该跟她说 妈妈 妈妈 我妈当作怎么了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 别吵啊 你把我出去说 不是说了 大爷的病情不是真正的环境 嗯 可是 说了必须做一个心脏大小手术 不是 等会儿还是不有危险 走 必须得走 可是丁楚 手术费十了 咱们哪来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会跟我妈在一起 你说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 一起来找阿姨 我不是说让你不要来找她的吗 你为什么不听她 你过生日的时候 咱们说好了的呀 我不是说我到时候会带你来的吗 你为什么不听 喂 丁楚 你马上去皇家酒店一谈 上次咱们去上海谈的那个合作方过来了 对不起啊 我可能来不了了 我妈病了 阿姨生病了 严重吗 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谢谢周初关心 那行吧 你就好好照顾你妈 这边有我就行 谢谢周初 谢谢周初 儿子 你一定要听妈的话 赶紧和那个小药豆分手 行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 阿姨 你醒了 你买点粥 金厨 你也吃点 三天 我赶紧把他面前给我电话 我就去单位找你 我就去单位找你了 pierwszy 你又把他面前给我电话 我就去单位找你了 她气坏了你就高兴了是她 我不是这个意思 周处 您怎么来了 你妈妈的手术费我已经支付了 上海来的客人我也应酬完了 我帮你向所里请了十五天假 明天不用着急上班 好好照顾你妈 周处 您怎么知道我妈的手术费 你不要帮我怎么知道的 周处 您来 你妈的手术不能耽搁了 怎么样了 妈 周处 您走 真是麻烦你了 不麻烦 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丁妈 你要好好休息 阿姨 你要好好休息 我就先走了 知道你干什么呀 赶紧追呀 在周灵的支持和帮助下 丁母手术很成功 得知手术费又是周灵所出 丁母对周灵更视其为再造恩人 逐渐康复后的丁母 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与任性不懂事的林雨墨分手 丁楚不想按照母亲的意愿远离雨墨 亲近周灵 但周灵雪中送炭的行为又让他无法将其拒之门外 儿子 太快齐了 赶紧给周树长打个电话 看他到哪儿了 不是 妈 您请周树宣案这么大的事 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人家救的是我的命 我这是无以回报 只能请他吃个饭 哟 周树您来了 丁妈 赶紧抄去送 儿子 周树来了 招呼一下 我去看一下他 周树 周树 坐下 哎 周边啊 学术报告还没有做完 吃完饭 就去我家啊 来 多吃点 谢谢啊 丁妈 你看你 这刚出院 就做那么多菜 就是欣赏你了 哎呀 我没小丁在里呢 想着麻烦你呢 哦 够了够了 丁妈 我吃不了那么多的 多吃点啊 好生日儿子 妈 您说什么呢 对不起啊 我嘴快 没事了 还是周树有寒养 不像那个小姑娘 儿子 你再不跟她分手的话 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妈 丁妈 事情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这儿女的事啊 不是你想管就管得了的 周树啊 以后你可得多提点一下 我们小姐 她呀 不服我管 所以啊 才找那个丫头来气我 儿子 以后你可得多听一下周树长的话 她说什么呀 都在里儿 丁妈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关照小丁的 刚才我还在跟她说 待会儿吃了饭 就去我家讨论讨论一下 这次的学术论文 那就好 那就好 来来来 多吃点 我觉得吧 你跟你女朋友完全没必要分手 这小女生任性有公主病 这很正常啊 结了婚就好了 就像你 对待男女之事 像是见不得人一样 我不是说了吗 不会介入到你跟你女朋友之间的 就这么怕我 喂 灵灵 就想帮你我请个假 哎 我来看看我男朋友妈妈 喂 灵灵 行行行行 我马上过来 下车 我还有事 孩子啊 回来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周叔说 以后你们加班的次数啊 会越来越多 叫我别担心 我担心什么呀 只要你能够出人头地 辛苦一点啊 没什么的 对吧 儿子 丁处啊 我想了很久 咱们俩真的不合适 你妈妈也很讨厌我 我们分手吧 祝你和那个老子 在一起幸福啊 在一起幸福啊 哎 你干嘛去啊 我说不上爱别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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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 羽毛 你开门啊 羽毛 羽毛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我跟这次真的什么关系就没有 你不要跟我分手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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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汪 你知道我那笔钱是怎么来的 你一定要跟我想想办法呀 这事就麻烦你了啊 有什么事啊 新领导办公室不知道敲门啊 儿子 你看看 曹芬叫化学的 主客套四亿原理 儿子 怎么样 老爸你还怕 来 来吧 我给你小飞照一下 儿子 以后 你可得多听一下周书长的话 他说什么呀都在里面 你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说 我才能走 孩子 你是指定maker 你没怀疑 你别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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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待会儿呢 帮我把东西送回家 对了 还有 到楼下干洗电 帮我把衣服取了 小便 我让你帮我写的学术报告 今天上午之前 必须弄完了 还有 晚上的应酬 现在帮我喝挡酒 别像上次那样 啊 我在这处 跟您喝一杯 那怎么行 不行 哎 行了 都挣完了 别弄了 明天再弄 赶紧睡觉吧 你马上把学术报告 传给所长 还有 下了班之后 去我家把窗帘换了 周术 哎 金厨 我说你小子可真行啊 咱们所唯一的 出国留学 是被你抱着了 谁让咱们金厨 能跟领导打成一片 你说这金厨 到底是周术的 切切工还是助理啊 或者 是行人 你不是咱们总部的FBI吗 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研究所的纪检委 你说这周术 犯什么事了 来 其实啊 这个事儿就是个误会 麻烦你们今天白跑一趟 有什么情况 我会及时跟你汇报的 谢谢您的配合 走吧 送你们出去 好 小丁 下班之后 来我办公室一趟 把包装的周术出现了 军费挪用 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 给你妈妈说 并没有十万块钱呢 当时为了应急 我挪用的是 吸引旧军费 因为我妈付的钱是 罗用的经费 现在这笔钱 一天被院里 专门换头 我都发现了 你也知道 这笔钱 是怎么用的 其实十万块钱 对于院里来说 并不算什么 他们不过就是想找到 罗用功臣的这个人 小丁 我用这笔钱 来救了你母亲 你不可能让我来 背负 罗用功款的罪名 只要你承担下这个事情 以我的人脉 后来的事情 我会帮你处理的 就算有可能进去 你放心 我会帮你照顾你母亲 其实这点钱 最多也就是半年时间 半年你出来以后 我保证你能做到 你现在最高的位置 可能会有一个老盖饭吗 你要相信我 我能帮你啊 你别说了 钱 是我妈用了 这罪 我认 我认 你记住你的程度 好吗 照顾我妈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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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赶紧洗手吃饭 妈呀 给你烧了 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对了 周初也喜欢吃 要不 周末请她吃个饭吧 哎 儿子啊 傻儿子 人群似乎都不动 小师大 妈 我知道 从小到她 你一直对我 抱有厚望 在她走之后 你一直希望 我能出人头地 给丁家争口气 但是 让你失望了 我知道 在我进入研究所 一直是您最大的期望 但是您知道吗 从进入研究所开始 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除了为她吃饭 为她当酒 我甚至还要陪她去逛街 洗车 拎包 甚至换窗帘水管 有的时候 自己也分不清 我到底是她的下属 还是男朋友 我管 甚至是用人 我受了了 真的不知道 我怎么去摆脱周灵 我只能去死 是我舍不得你呀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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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周术这次浪用的 可不是小数目啊 四十万 这周术胆子也是太大了吧 四十万 四百万我跟你说 这一旦争取确凿 恐怕老底得坐穿 死缓都有可能哦 哎 小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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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这儿 你 有点 你开我 四百万的朋友 你为什么告诉我 就有十万 你怎么在哪儿 喂 你放开 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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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又带我去哪儿 别这么激动 叫说话 我放电 忘了 闭上车 好 周梁 我告诉你 从我昨天签字开始 我已经没打算火了 我其实不想让我爸因为火 也想五点 如果你不告诉我 那张报告在哪儿 我不介意 再将你一起撒 嘻嘻嘻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那样只要到底在哪儿 对不起 我已经上交了 行 你上交了也没关系 但是会跟上面解释清楚 我只承认用于我妈治疗的那十万块钱 多了的 我应该都不认证了 可你的的确确在上面签了字了 你又想跟我下套 小丁 你好好想想 你妈妈的那个手术 不止做一次 如果你保住我 你妈妈后续的所有费用 我都可以承担 甚至可以照顾你妈妈 但如果我倒了 你就是一个弃子 以咱俩现在的关系 你觉得新来的领导会重用你吗 知不知道为什么 富人都怕死 穷人却不怕 因为穷人活得太辛苦了 也许他们死了 会换了活着的人的尊严 你如果承担到这个事情 我答应你 我会照顾你妈妈 照顾她一辈子 如果你不行 你真的偷温 anything 也不知道 我会照顾她 你还很想 我会怎么办 你给我 你现在就不过 这件事 我 我 读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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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金楚 死了 跳河死的 听说是因为他挪用了研究经费 然后畏罪自杀了 小丁 他不会畏罪自杀的 我相信的 朱淳 你就是太善良被他蒙蔽了 他自己都已经认罪了 听说他的那个认罪书 都已经放在咱们总部 FBI的办公桌上了 我 我去叫医生 真没想到 我儿子就这样就丢下我舅了 周丑 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儿子 真的挪用了那笔钱 才会最思考 这事儿还在调查 你也别多想了 可他们连任据书都给我看了 还让我收拾那笔钱的下落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 儿子现在又走了 我拿什么给他们 我相信小丁的人品 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一直怀疑 是不是他之前的女朋友逼他这么干的 所以才走上去了 阿姨 我那么爱清楚 又怎么会害他呢 喂 那 丙方 你说的对 我其实早就该辞职了 因为周临 我真的活得太累了 我不光要做他的佣人 完蛋 还要帮他写学书报告 甚至做家务 我 现在 他要用 给我妈吃饼的那十万块钱 来要挟我 不然之我已经签字了 我已经没有前途了 我只有去死 我害怕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 丁楚 你在说什么呢 喂 喂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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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这个杀人凶手 我儿子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你的 一定是你逼死我儿子 除了你 没人扶我他就死了 走 跟我去派出所 走 你给我去派出所 你给我来个电话 他说周临一直纠缠 他说他很痛苦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周处长对他那么好 他怎么可能害他 除了你 除了你 是你逼死我儿子 是你逼死我儿子 你走 你给我去派出所 太厉害了 阿姨 阿姨 阿姨你怎么了 阿姨 喂 120吗 你到网上看一看 一个叫林雨默的发到微博 里面说你是造成丁楚死亡的罪魁获胜 还贴出了你们两的聊天记录 微博不禁止说 除了吃饭 长酒之外 你对丁楚 你对丁楚明确提及后暗示独处的要求很多 而且还说那份挪用公款说明书是你逼丁楚签的 正因为这些才导致了丁楚自杀 这完全是胡扯一派胡云呢 作为丁楚的领导 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宝贝 这 这只是我跟丁楚之间的一种暗语 一种默契 我跟小丁在一起做研发项目 我对他的这种称呼 不过就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小测试 再说了 小丁的家庭环境不好 他父亲又是在咱们所里因公牺牲 所以我才会对他多加帮助 这网上完全就是一派胡云 院长 中林 你提到那份公款浪漪说明书 和我们合作的几个细节不符合 还请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而且 这两位同志有事找你 中林 关于丁楚自杀的事情 请你跟我们回所里配合调查 你上次发生的那个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本来想通过 你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来了解事故的缘由 但是却意外地发现了这段事件 画面中这个男的 是不是上次溺水身亡的丁楚 你和他为什么会发生争执 他又为什么会自杀 因为一起交通意外 警方调出车在监控 丁楚自杀水落石出 周灵虚伪外表被揭穿 因为有视频录音及对话 正是周灵 交唆他人自杀事实成立 周灵犯故意伤害罪 及挪用科研经费数额特别巨大罪 锒铛入狱 最终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 请不吝点赞 省道 这是上次 您纳在我这儿 丁楚的手机 我在里面找到了 丁楚和周琳的另一童话 还有这个 我想应该是丁楚 留给您的 妈 从小到大 我知道 您一直对我 抱有厚望 在爬走之后 您一直希望 我能出人头地 给丁楚声口气 但是这回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 我知道 您让我进入研究所 是您最大的期望了 但是您知道吗 进入研究所之后 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除了 陪他吃饭 帮他当酒 还有逛街 洗车 淋包 甚至换窗帘水管 有的时候 自己也翻过去 我到底 是他的下属 还是男朋友 晚半 是这种人呢 妈 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去 排脱周灵了 我只有去死 我舍不得爱你啊 我也舍不得 舍得玉莫 玉莫是一个好姑娘 她只是太年轻了 明儿 今天得多包容她 是我老了 错把好人当坏人 把坏人当好人 玉莫 阿姨对不起你 阿姨 没关系 现在周灵已经复发 丁楚也能安息了